哈囉我是哲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這一道 我們之前介紹過我家裡面的一些居家修繩 那現在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部影片所提到的 就是我後面這一個黑板磁鐵牆 它是怎麼誕生的過程 那這一道牆我當初在修繩的時候 自己游騎的時候就已經有做了一些記錄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第一次做這一道牆的時候 順便把一些過程都記錄下來 想說騎完之後如果覺得它OK的話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過程 好啦我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記錄黑板磁鐵牆的過程吧 GO 今天去買這個磁性機 因為我在社團裡面有看到有一間家裡 我用這種器 就是讓它牆面上面有多的磁性 就可以貼一些磁鐵啊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讓我那一面牆 如果家裡有朋友一些來做客的時候 我們會拍一些拍立德 還有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留紀念的一些照片 跟一些明信片 到時候看起來怎麼樣 再跟大家講一下心得吧 GO 這個超特別的啊 基本上是這種橘色 我會看起來 現在後面就是已經漆完第一層了 磁鐵漆看起來就很像一個黑板感覺 第一層版就不會有什麼磁鐵的 之前看社團等下分享通常都是要大概在四層 甚至要到六層才會比較穩 因為你外層還要在漆上乳膠漆 或者是黑板漆 我預計要至少要上到六層 最好一定可能要上到八層 那繼續努力吧 一天上一檔 我要試一下第二層的磁鐵到底是怎麼樣呢 吸住了 有沒有 所以說第二層的話其實就已經有足夠磁力了 去應對這種普通的小磁鐵 就是沒有什麼重量小磁鐵 可是如果是一些造型磁鐵的話 還是一樣需要再多加幾層 磁鐵到底六層完工 好我們現在已經完成第六道了 外觀上面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不過其實摸起來感覺已經是非常的紮實 那我們一樣照觀力來試一下 對第六層 不知道第六層能不能挑戰成功 我最理想到他是希望他可以直接把一個公仔型的磁鐵吸進去 不過沒關係如果說還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吸之後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找到辦法就強力磁鐵早就開始靠這個人 一吸上去之後隨便放就吸上去啦根本就不用擔心 超方便的有沒有看到就完全吸上去了 根本就不用擔心說他的東西會掉下來怎麼樣 第七道完工 那我現在買的這個是紅牌的 紅牌的黑板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這一道黑板漆呈現出來的樣子會怎麼樣嗎 看起來是有點藍紫色的感覺 不過我看人家網路上漆的那個圖片 看起來都比較偏暗色 然後偏紫居多 那看你等一下把它漆出來之後呈現效果會怎麼樣 就在把賴座也會贏 隨便進去 就在這邊斷子裡 就要清潔小隊 就能夠燃開 死了 好嗎 然後都不疼我 因為你要死了 我們才可也沒有 我們才知道 最近下面旁邊才是否認識的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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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這次黑板磁鐵的小朋友分享啦 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後感覺怎麼樣 那磁鐵的部分其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還是會建議說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已經漆了7道磁鐵漆了 我還是深深的覺得磁力非常不夠 因為你並不是真的一個鐵板在後面當磁力 而是用磁性漆去做底 那我覺得磁性漆的 磁力其實效果有限 我已經漆到7道了 我認為以普通的磁鐵來講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會建議說 大家如果真的要用磁鐵黑板強的話 可以去買網路上那種強力磁鐵 它就是不是普通的磁鐵 是有特別強力的 這個拿來做這個黑板強用 這特別好用 這個是強力磁鐵 然後它是特別做旗子的形狀 其實我這樣放上去 有沒有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那個吸力是很強的 我先來試一下用不同的材質來吸一看 看它好不好吸上去 新年赫卡這種 我現在用我剛剛講的這個強力磁鐵 其實吸上去也是輕輕鬆鬆的 再來這一種 比較偏厚一點的 而且它外面還有塑膠套 所以加起來整個是更厚的 試試看它可可 你看 也是完全全脫脫的沒有問題 就一次來試試看這個 兩層的明線片看可不可以 有沒有 哇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如果你們有像這種 有公仔造型的磁鐵的話 因為本身公仔是有重量的 如果用單純原本磁鐵的話 其實是不好吸上去的 所以我在後面這邊 你看 原本底層是要原本磁鐵 然後上面這一層是我加的強力磁鐵 這樣子吸上去的時候其實就很穩 因為公仔其實是有重量的 你看 我在吸它的時候 磁力是整個吸上去的 其實是很強的 你如果沒有一個 強力磁鐵在做一個輔助的話 它其實是會有掉下來的風險 像我現在 整個把它拆掉了 底部就單純是一個 原本公仔裡面的磁鐵 你看我把它吸上去 這其實是一個危險示範 其實它的磁力 真的不夠 所以我才會建議說 一定要去買那種強力磁鐵 我特別加了兩個 這樣就穩穩的 就沒有問題了 你看 一吸收上去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這一道想要對我而言 它不算真正的完成品 怎麼說呢 雖然我已經漆了7道磁鐵漆 然後又有3道黑板漆 但是 重點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為什麼我覺得它還算是 不是真正的完成品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透過螢幕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這個顆粒度吧 測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看起來比較粗糙 而這個粗糙呢 它是黑板牆的一個大問題 因為它會變得非常非常消耗我的粉筆 我畫一下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你看喔 現在我用粉筆的這一端 算是比較圓的 給大家看一下畫一下之後會變怎麼樣 你看 是不是馬上被削掉一半 那我們現在再來試一次拿中間間的這邊去畫 瞬間就不見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是一個 不算真正的完成品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如果在做這一道牆的時候 我在這邊先跟大家講 千萬不要跟我犯一樣的錯誤 我其實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部分沒有做得很完善 就是在我漆完磁鐵漆的時候 我沒有用沙子把它完全整片全部都磨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只有做一些局部的磨平而已 可能有一些凹凸不平 或者是特別凸的地方我把它磨平而已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造成我剛剛 粉筆稍微畫一下 就整個被削掉一大半的原因 因為它顆粒太重了 顆粒太重就會導致說 它的表面其實是很粗糙的 那粉筆一磨過去的時候 耗損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預計大概過年的時候 我已經買好材料了 我會再做一次加工 就是在漆兩道磁性漆 然後把它整個磨平 然後再上黑板漆 那另外一點就是我們剛剛畫上去的粉筆 要怎麼把它清掉呢 就是拿我們一個濕抹布 然後很簡單 有沒有 隨便輕輕的一擦它就掉了 來回擦拭一下它就掉了 然後它就整個都在你的抹布上面 抹布也是水沖一沖它就掉了 所以完全不會有問題 但粉筆有一個缺點 就是大家蠻多人 應該爸爸媽媽或者是有一些過敏的人 應該都會擔心的 它是會掉粉筆灰的喔 就算我已經是買比較偏無灰的粉筆 還是會掉 有沒有看到 這邊都是 所以基本上粉筆雖然有黑板化的感覺 但是它相對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粉筆灰 好那這個就是我這一次的 黑板磁鐵牆分享啦 那希望對大家如果有 想要做黑板磁鐵牆的 有一些心得上面的幫助 主要還是說剛剛講到的磁鐵牆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完整的 把它磨平之後再去上黑板漆 不要像我一樣 不然你到最後你的黑板粉筆的耗損是非常的快 就像我一樣之後還要再用 黑板漆跟磁鐵漆再把它補充一次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跟分享啦 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最新影片動作喔 那如果我黑板磁鐵牆做過的經驗 或者是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喔 那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